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底财尽在运通 欢迎收看股市的将军 今天台北股市气势如虹 大涨百点之上 我们来看看台北股市的K线 这台北股市 这台北股市 今天大涨一百 一四点 那我请问各位 那有没有在最很恐慌的时候 这个位置 这个 这什么位置 这什么位置 我先让你看一下 我先让你看一下 你记住这个日期 这一条是月线 黄色这条是月线 这一条绿色的是季线 那我在16号 上个礼拜 这一天发生什么事情 这一天其实当天的亚洲股市 当天的亚洲股市 我先让你看一下日本 我先让你看一下日本 16号 月线 季线 我说他们连季线连 不要说季线连月线 都在月线的上方 这是日新 那我们来看一下 香港 也是在月线的上方 有没有 我说其实台北股市好像 好像大家都是 怎么搞的 你看先看台北股市好了 有没有 怎么这么悲观 可是我却跟你分析什么 我却跟你分析说 我们先看日新 香港 有没有跟你讲韩国 我们最邻近的国家 韩国 他们都在月线的上方 所以我说台北股市 已经快要回撤到季线了 同学 已经快要回撤到季线了 那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些 我希望你不要庸人治老 真的 你不要想太多 你不要每天都用 你自己的思考的模式 在帮自己解盘 然后你看涨就说涨 你看跌就说跌 为什么你都没有赚到钱 为什么 因为你看涨说涨 看跌你就说跌 那我今天为什么 宇宙现在 因为其实我要先跟各位分享一下 那我们今天再来看一下 今天台北股市大涨 今天台北股市大涨 对不对 那我让你看一下日经 你看一下日经 这一天16号过后到目前 它其实他们是没涨的 你能不能懂我的意思 到今天他们是没涨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香港是大涨的 这是最强的 这是最强的 那我们来看韩国 你能不能懂我的意思 所以呢台北股市上来了 台北股市上来了 那我请问各位一件事情 那今天这长红棒哪里来的 这个长红棒哪里来的 这个长红棒 这个长红棒 各位仔细看哦 这电子 电子类指数 有过高吗 没有对不对 那你看一下金融 长红 长红 可是各位你要仔细看哦 你要仔细看哦 你要仔细看哦 这睽违已久 真的是睽违已久 睽违已久 那待会我会跟你 我会跟你分享 我会跟你分享我的看法 我从来没有讲过金融股哦 我从来没有在节目上 讲过金融股 从我解盘以来 从我解盘以来 不晓得几年了 我从来没有在节目上 去讲金融股哦 那为什么今天会讲金融 待会你慢慢看下去哦 那来市场上 其实你可以用你的方式去操作 那我先问各位一件事情哦 那既然要讲金融 那我就先问你啊 来 这国泰金 这国泰金哦 这国泰金 这国泰金对不对 你会买这个 我把图稍微 把它弄 这样的感觉让你看 你会买国泰金 你仔细看哦 你会买这个 还是买这个 这个是跌升 它今天有涨停板哦 你再看一次哦 你今天会买这种形态的呢 你会买这种形态 已经破破破破破 破底了 破底了 你会去抢 你会买这种 还是会买这种 如果两党可以 两党 两只骨头让你选择 只有这两只哦 你不要跟我讲 你要买别一只哦 我现在在问你的操作模式 你会买哪一种 有人会买国泰金啊 但是有人看到金融 哇什么金融股啊 我还是买破底的好了 我买那个破底会翻的 但是我要告诉 我要告诉同学我的看法 你一定要有正确的观念 你来到市场 你一定要有正确的观念 买什么股票都一样 但是你尽量买趋势是向上的 买趋势向上的 当然啦 每个人操作模式不一样嘛 对不对 你也可以去挑那种跌跌跌跌 股票跌喔 你要记住我讲的 股票跌一定有原因 一定有原因 我让各位看一下喔 一定有原因 这目前跌了 跌了稀巴烂的股票 老师 这股票是发生什么事 这是灰修处是怎样 哪有90块 90块落到现在存3块 你看一下财报就好了 所以我前面要一直跟各位呼吁说 你们不要去碰那种亏损 亏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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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亏损亏损你还在买 你很有勇气耶 你懂吗 你懂我的意思吗 你看这个营收 你看这个营收你看得出来吗 你看得出来吗 你看得出来从30 同学34亿变27亿 27亿变22亿 那股票 股票当然会跌啊 那这一档股票 这股票也是 这个 因为它持有刚刚那个华美 它有持有它5000多张 重点不是这个 重点你看一下营收 你看一下营收 这种亏钱赔钱 都一直赔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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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有赚钱耶 同学 这样你们懂 你不要去碰营收衰退 它从26亿 第一季26亿变第二季13亿 腰斩一半 那第三季变7亿 有没有 越赚越少 而且是腰斩耶 越赚 奇怪怎么营收不见了 营收不见了 那股价会不会跌 股价当然会暴跌 一定暴跌 所以任何一档股票 它只要在修正 它暴跌 它一定有原因 它一定有原因 就像国泰金 来 今天先把这个讲完好了 白色讲要留在第二段跟你讲 同学 我问你 你知道这样整理多久吗 这股票很有趣 这股票非常有趣 它的高点也不高 高点就51块 低一点也不低 也就在46块 46块这个附近 它整年度在这个位置 它整年度在这个位置 那为什么今天会突破 为什么会突破 我让你看一下 你看这个 它光前十个月 未实现的潜在获利一千两百亿 它的股本几亿 一千两百多亿的股本 一千两百多亿的股本 潜在获利一千两百亿 你今天看他台应该很少人敢讲金融股吧 是不是 但这个是长线的架构 长线的架构 长线的架构 你如果知道你都会赚钱 那我刚刚讲说 你看这整理了一年 这一年真的是一年 这个是一年 这个是一年 那我问你一件事情 如果这一栏股票叫什么 叫国具 你不要看它现在涨得那么凶 同学 你不要现在看它涨那么凶 我让你看一下 我让你看一下 同学 你知道这多久吗 它在五十块 它在五十块混了一年 两年 你懂我的意思吗 它怎么混那么久 混那么久 混那么久 你看到现在已经三百块了 但是有一些股票 说实在话 各位没有办法报那么久 你没有办法报那么久 真的还假的 你今天看好 可能明天你就出掉了 我也知道现在这个状况 我也知道现在状况 这种状况是非常非常 非常盛行 就是在做冲嘛 冲来冲去啊 生变成的时代啊 所以咧 所以我说你要来找我 你要来找我 我也做得到啊 我也可以做得到啊 我说 我说你要比那种波段的 你要找波段的 我的股票不强吗 同学 来来来 我问你一件事情 你看这样的股票你看多久了 你看多久了 那为什么股价 从我九月份 从我九月份 它可以从31.9到54块 没有别的啦 一定是涨营收的啦 一定是涨营收的啦 第一季2亿 三亿 跳到快四亿 越赚越多嘛 这个无庸置疑 绝对是这个样子的嘛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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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久没讲它对不对 那为什么今天讲它 我把这个量翻上来给你看哦 看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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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量 你看有没有 你看有啦 同学 你看有啦 你如果看有没有 来 你如果看有 我头头跟你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量 同学 看有没有 看有没有 有情吗 有情吗 这样有情吗 这样暗示有明显了吗 这样暗示有没有明显 你看他台的节目 有人这样做的 有人这样做节目 有没有 你看他台的 好 每天都涨天 每天的涨天板 都不同 那不是我 那不是我 我还是做我熟悉的股票 但我刚才讲这样 我说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这个 这个真的要告一个段落了 这个 这个我能力复合没办法 因为这个 这个要拼短线的 说实在话 拼短线 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 为什么 因为盘中 盘中瞬息万变啊 瞬息万变啊 有没有 这样我叫你来 我有叫你来 有没有 再一支 我有跟你继续 前 第三季 赚得比去年还多 这支叫中化生 有没有 有没有 我有预告喔 我有预告 我有预告的涨停板 这涨 这涨停板 对不对 那今天呢 今天好不好 今天来看一下 好不好 同学 涨啦 涨停板的10%嘛 对不对 昨天涨停板嘛 那今天呢 这样呢 你觉得呢 同学 这样有探钱吗 这样有探钱吗 有啦 这样有探钱啦 要不要追 可不可以追 可不可以追 你不要拆啦 你为什么要拆 你为什么要拆 对啊 就像你拆这个啊 这都有跟你预告啊 我说我的东西都有预告 我是这天跟你预告的 对不对 对不对 我这天天预告的 你要买这你就不能怪我了 我这天跟你讲 你这隔天还可以买平盘喔 同学 你可以买平盘喔 你这边最好四块钱喔 你千万不要告诉我 你买到最高点 还要留给我 老师我买最高 怎么办 不要这么做 你来找我 我来帮你比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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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过啦 有新人就来买新的啊 我们今天切进去买这个 刚好买在 26块 26块 我有给你预告 来 它是一档去年亏钱的公司 亏钱的公司 但你仔细看喔 它的营收越来越棒 越来越好 从4000多万 6000多万 7000多万 9000多万 113 116 第一季1亿 第二季2亿 第三季4亿 请问啦同学 这样营收是没水吗 你来看 你来看其他营收的成长率 营收成长率 它从负的 负的负的 变243% 同学 同学 这个不是业外 这都是本业获利喔 我竟然都是本业获利的喔 你不要拿一些 我赚好多钱 如果是业外的 你看都不要看 你如果找到标的 老师我找到那个股票 就赚很多钱 那股票都还没涨 如果它是业外的 你连看都不要看 看都不要看 业外的都没什么 那个都是一次性 一次性入账 一次性入账的股票不要碰 不要碰 那接下来咧 接下来怎么做 接下来怎么做 看多还看空 我刚刚讲过了嘛 这是今天的 这是今天的金融嘛 同学 同学 那难道 这金融指数 那我问你喔 那难道他会V转吗 他今天这样子 他明天就藏黑 然后灌破 你觉得有可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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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的这个是 比较中线的架构 就一个月两个月以后 你再回来看这两个股票 看哪一打 国泰金 可能感觉会不一样 但是你不要 你不要 你不要一想天开 明天就说我跳进去 老师公 国泰金 我明天就快来买国泰金 大金 就是傻人收拾的 你不要每天 你不要每天 你不要每天要干这种事情 我跟你讲的是叫架构 我也不会去预设股价的立场 但是你要记住 你今天买的位置 一个月后 两个月后 他会到哪个位置 那个才是重点 就成为我讲的 你可不可以在之前听我的话 你可不可以在之前 九月份 你九月份好好听我的 时间过很快 时间真的过很快 时间过很快 那现在怎么看 没了吗 没了 没了 对 没了 每次 每次你认为没有的时候 没有的时候 没有的时候 他上去 没有的时候 有没有 同学 没有的时候他又上去 那这边呢 老师 没了 你要知道他第四季的财报 隔话说回来 你们也不太可能知道 第四季的财报 除非你涉略很深啊 不然你不可能知道财报 是正常的啊 所以我才说你要跟我做啊 那你跟我操作 你要有种认知 你要给我一点时间 如果你是每天 每天都要涨停的 如果股票不涨的 会不舒服 那你不用来找我 你找别人 你看别人有没有那么准 每天跟你讲的股票那么强 你参加就知道 有没有那么强 讲的跟做的有没有一样 你再来跟我讨论 你不要跟我讲说 老师那些人都很准的 很准的 不然你去参加看看 看有准还是没准 看有准还是没准 我说好 你要跟我比 你要跟我比 没有关系 你要跟我比没关系 但是你要有预告的东西 在跟我比 你不要什么都没有 你什么都没有 你要跟我比 没什么好比的 我不喜欢跟这种人比 你敢预告的 你就跟我比 你敢预告的 就是你现在的股票 什么股票拿出来 比一下 没有问题 而且是有带会员朋友买的 我说过我的股票 我看好我就沿路买 会员朋友 我请问一下 我的会员朋友 我买几次了 我买几次了 同学 我买几次了 我买几次了 我节目上 我刚才一直讲一直讲 难道 难道我只有买Only One 只有买这一天 后面就没有买了 这是你们现在跟的老师 只有买一次 只有买一次 后面都没有买 然后每天一直讲 一直讲 你就是一直看 一直看 一直看 我讲的是事实啊 那我希望你要做一件事情 因为这个 我今天把它试一半 因为我刚刚讲说 那个限量的 限量的 随时会没有 因为这个 这个没办法行销 我把它撕一半 在中厂的资讯 随时 会被我撕掉 你要跟紧我的脚步 你赚得到钱 我会等你 终于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好想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常识 请上台湾抗震网 这个限量推出的 即将 即将会结案 那我带你买新的股票 我带你买新的股票 来 一个月 随时会结案 随时会把它撕掉 一个月 一个月的匆匆的快乐班 打电话进来一定很快乐 绝对快乐 最低的成本回馈给各位 我用最低的成本 回馈给各位 请你来电 02 2365 9333 02 2365 9333 02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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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23659333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感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能力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那一天 我跟自己说 我要让你们幸福 你们的笑脸 是我守护一生的食物 我们的幸福 新未来 03-328-9555 好 来帮各位追踪一下我们的股 这个节目上讲过的股票 来 这个 应该很多人很关心这一档 来 很多人很关心这一档 光宗耀主 很多人关心这一档股票 对不对 那如果你有买 你有买你要跟紧我的脚步 跟紧我的脚步 跟紧我的脚步 那记住哦 爆量的时候不要追 记住我讲的 我的股票你不要开盘就去追 它只要在盘下你就去买 我再讲一次 我的股票都这样子啊 我不是每天拿那个长得出来跟你分享 我不是那种你看的那种节目形态的老师 你要那种老师我没办法 因为每天都很准 穿高都没准 很奇怪 来 我都讲跌的哦 他今天跌哦 我也说过 他营收从3亿 跳到4亿 跳到5亿多 营收已经不一样了 股价二字头 我都讲跌的哦 我今天跟你分享的是跌 你看记住今天日期哦 今天是11月20号哦 我将来都会播VCR给你看 因为今天是跌 我都讲跌的啦 我跟别人不一样 那很多人来问我其他的股票 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 就是说你看你自己的心态 他明明是一档好股票 但是你 你没有办法放那么久 你赚不到钱啊 这我曾经讲过啊 敦南 敦南 后备长 他现在买这么多 他买这么多 他买这么多 买整胖的 这买整胖的耶 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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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支叫上瘾啦 我问你啦 我问你一件事 怎会这么强 怎会这么强 人家这么强 你叫是这里开始买哦 不好意思 他不是200多买的耶 同学 他买多久了 他从这边100多 你懂我的意思吗 人家在买股票 一定是有规划的 有规划性 一直买一直买 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 最近有一档股票 你留意一下哦 我是不会跟你讲 但是你自己去猜啊 你猜他在干嘛 联电 你猜他在干嘛 你自己去猜哦 你去猜猜看他在干嘛 只进不出 只进不出 我不是叫你去买联电 我只是跟你讲 有些东西 你自己要做功课 你不要每天都在听别人讲啦 来到股票市场是金钱的游戏 你输赢 你不要每天都在听别人讲 听别人讲那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很危险的事情啦 你钱输到哪里去你知道吗 你都输到听别人讲 我听了齁 我听了什么人说 这支会到台湾 会到台湾 会到台湾 你相信的时候就买起来 你每天相信的时候 人家说一千 人家跟你说一千 你就去买六百块 那现在出汤 不是说这档股票不好 那你有的人也不用杀低了 你有的 你不要在这个地方杀 你不要在这个地方杀哦 你在这个地方杀就很奇怪了 你懂我的意思吗 那我希望你来跟我买新的 因为我说我们这个一半 被我撕掉一半 它随时会结束 我希望你来哦 我希望你来 因为什么 因为你来你会很快乐 你会很快乐 这两天都超过10%了 两天超过10%不快乐吗 这是最新的 最新的 请你来 那我希望你做一件事情 这是随时 随时 随时 我再试一半 随时 随时会 会 会 会没有 把电话拨通 把电话拨通就 对了 感谢你的收看 明天再见 拜拜 本公司 创意比赛 尽才运通 这个限量推出的 即将 即将会结案 那我带你买新的股票 我带你买新的股票 好 来 一个月 随时会结案 随时会把它试掉 一个月 一个月的匆匆的快乐班 打电话进来一定很快乐 绝对快乐 最低的成本回馈给各位 我用最低的成本回馈给各位 请你来电 02 236 9333 02 236 9 333 明儿 明儿 236 9333 明儿 236 9333 9333 明儿 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生态 所以休假时我喜欢感觉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迷迹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床 地震真可怕耶 地震别害怕 看我的防震宝典 防震宝典 平时应固定家中电器及家具 规划避难逃生路线 与家人约定联络方式 准备紧急避难包 那地震是怎么办 保持冷静 地级趴下 脸部 稳住抓住桌角 记得哦 保护头颈部最重要 永备无乱 灵阵无乱 营养化碳终结者能够讲提醒您 无外是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强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嵌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三 单用电热水器 闹口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汤 少年是心口怕病啊 未就出来的人 没话过四岁 收一下就大寒了 有这天这么坏 人已经老了 嘿嘿 但是人老心没老 要多了健